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去把一个这个Dashboard做出来 因为我要介绍Story 让我们知道为什么Story可以取代我们的简报 所以点选它 我们现在来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Dashboard 这个档案我们暂时先存一下好了 这应该叫做检验2 因为其实我已经做了一个检验 叫检验2 记得复党名我们存TWBX 然后存档 那接下来因为我有三张资料表 这三张资料表稍微注意一下 等一下看你要用什么来去呈现联动 例如说点选第一个资料表 各年度的检验批数统计 这边我们大概就知道说 各年度好像以第二年居多 而且它可以呈现就是说 不合格的批数 以100年居多 100年最多 然后接下来再把这个各类食品检验批数统计 放到右边好了 然后各类食品不合格批数放到下面 就是让它变成一个三格的一个图表 那怎么样把这个dashboard呈现 变成一个就是符合我视窗大小的方式 所以在这个地方 size size 设定为auto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呢 假设我们今天我设了一个联动 例如说我以各年度来去 各年度检验批数的统计 所以我这边我设一个筛选 例如说假设我想要去看100年 100年它长这个样子 101年它长这个样子 基本上这原型度都没有什么重大的改变 那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存在一个各类食品不合格批数的统计 它一次只会呈现一条 所以这点要请多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不用黏来去看 我们是不是还有那个各类食品 各类食品 像例如说这是FD 例如说我们来去点它 把它设为是Filter 点FD 它真的有改变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FD 它就变成五个点 例如说我点FC 是不是也是五个点 因为五年 然后这值都开始在做一些改变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是这是Filter 但是Filter很难说故事 在说故事上面它不太好 所以建议各位我还是设为一个高亮 怎么样去设呢 首先 那我们等一下一端开始我们说故事 会以这一章来去做说明 例如说我们呃 我们呈现就是一百年一百年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好所以我们先把它当作是那个仪表版的一个行为 设定为高亮 高亮 然后直接点OK OK 好 那例如说好了 我现在呢 我点一百年 你有没有发现一百年呈现是这样子 就是不合格的那个P数 不合格P数 那你会说 诶那为什么颜色 颜色会这么深 那这边就完全没有呈现 这边没有呈现是因为什么 各类食品检验P数统计 这里面我们用的资料是检验P数 而不是不合格 这边我们看到是不合格P数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修改 这边是做检验P数 是不是可以改成不合格P数 在各类食品里面所占的比例 好类似这样子 这边我们就不做修改了 可是至少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 它是match起来的 好 点它 它的不合格的P数 好都有 好的 好 有 谢谢大家